蕃茄紫菜汤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道番茄紫菜汤 這個湯中有湯飲品 亦有菜食 材料是紫菜 1包 2個蕃茄 1包豆腐 1個鹹蛋 還有鯪魚肉 紫菜浸軟洗乾淨就可以了 抹起隔乾水 番茄洗乾淨切粒 把豆腐切粒 把豆腐切粒 反向一角 披一披 讓空氣走進去 把豆腐切粒 把豆腐切粒 很容易拿出包裝 切粒 把蛋黃和蛋白分開 把蛋黃和蛋白分開 蛋黃比較難熟 蛋白比較容易熟 蛋白比較容易熟 現在開始熬湯了 先把水拌一下 先把番茄煮一下 先把番茄煮一下 煮滾後 加入紫菜 加入鹹蛋黃 把魚肉加進去 用根筋濕一下 把魚肉加進去 整個魚丸 整個魚丸 最後加入豆腐 加入豆腐 盖上鍋 盖上鍋 等它煮滾5分鐘 煮滾5分鐘 煮滾5分鐘 魚肉已經熟 加入蛋白 就可以關火了 因為它有鹹蛋的鹹味 也有魚肉的鮮味 試過已經夠了味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加入鹽 這個湯就做好了 現在把它裝出來給大家看 現在可以加入芫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番茄紫菜湯 它亦可以有湯飲 也有菜食 喜歡的朋友可以試一下 喜歡的朋友可以試一下 謝謝